这个头两年流行一个歌,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这个忙了一年了,你看我们下节课也说了 这个天冷的,然后没什么好忙的了 以前,现在反正就可能有室内的多一点,相对好一点 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成为这种习俗了 所以说,过年,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家聚一聚 一年到头,你赚再多钱,没有用,这是为了什么呀 大家,这个,这个,这个,和家,和乐,其乐中楼 以前呢,这个,有这个三代同堂,甚至说五代同堂 就是,这种,这种生活,才说真正人,最重要的是生活 这种生活的一倍,因为我们,至少说我们都是人 这个,说说年味,现在呢,都越来越没有年味了 这个,不是我自己说,可能我们走到哪儿 大家,基本上都会这样 那,所以说,大家都这样,那,那就,是不是要想一想 那,就是,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 那,以前过年呢,那很好,首先放炮 然后呢,这个,大家感激,有的大的地方呢,还有庙会 各种的活动,吃,喝,玩,贴灯迷,很多很多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场所的祭祀,等等 而且它是非常有寓意的,就是,贴窗花啊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尤其农村的朋友啊,它有更多 你看他们在大院里边,就很好 现在,大家都羡慕住楼房 所以说,你看楼房,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说难听的一个小监牢 给你放在里面,那你这个,很多东西,地方也小 这个人与人之间,连在胶里都不散亮 而且现在房子,高度又不够,就是很压抑 就是,所以说啊,这个,这个,这个,一看现在都禁这些东西 那我们,嗯,不要放炮,啊,随便,不让这个,这个,聚会 那现在没办法,现在就可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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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 其实,大家可能说是,不要戴口罩,不能多注意 这也是,多多爽爽,也是没办法的 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呢,包括这个东西 大家一起坐一起吃,吃喜宴,酒宴 这些,必然是,我们老百姓最重视的 大家在一起,这个才是,甚至说一年到头最有意 所以说,啊,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 甚至说,在以前,都很好 但是到我们这两代人,就变化稍微变化才快 所以呢,所以呢,大家,只能说是,很多都是,都是笑嘛 怀念,从前,但是我们呢,嗯,大家一起努力吧 想办法,这个,怎么样,这个,这个,这个,供免供父,啊 让以后的这个年,过来更有意义 嗯,这个,过年呢,很多东西呢,这些,成百,以及说,应该是上千年的这个,传统习俗 很多可取的说,可能,就真的要理会其中的意义 包括它要展现一种什么 不是,不是光是一个行程,你比如说放炮 它里面这个,这个,包括这个硫磺,那是什么的 它,这个,都会杀毒啊,而且要举起来啊 因为要全,这个,这个防卫,啊,这个,这个,整体上,一个杀毒 而且,扫,那个,落到地上之后,大家就要扫了 就是把所有的误会一起,就扫干净 这个,这个,这个其中的,啊,这个中国讲这个文化 其,必有其内涵所在,这才是好的文化 这才,可以叫做是文化 所以呢,嗯,还是,大家过联好,啊 凡事要提前准备,啊,没有买票的,赶紧买票 哦,